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经常被人称之为是蔚蓝色 而蔚蓝色是属于大海的颜色 在大海当中有太多太多神奇的生物了 哪怕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海洋生物 也会给我们展现出它们不同于以往的 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过的知识 神奇动物有心智 欢迎大家来到科学动物园 首先要感谢我们现场的60位热情观众的参与 接下来就为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光临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 他们分别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李新正教授 欢迎李教授 还有一位是我的同学兼师妹 李小辉 我们的好奇心观察员 今天现场我们同样有60位观众 你们的任务也很繁重啊 因为我们的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 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动物心智 能否被登陆进我们的动物心智图鉴 要全靠你们帮忙了 每期节目邀请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 他们将带来我们闻所未闻的动物心智 并接受双重挑战 第一关心智推荐挑战 现场60名观众每人1分 共计6 随后点听专家根据其科学性打分 最高分10分 此轮共70分 第二关题目考核 点评专家将围绕新支点 出三道延展题目 由推荐人进行答题 每题10分共30分 台下观众同步答题 成绩优异者可获得栏目纪念品 动物推荐人两关总分共计100分 成绩超过80分 他带来的新支也将成功入驻动物心智图鉴 小灰老师 说到海洋生物 你能想到什么 海洋生物 大鲨鱼 海里就是鲨鱼 大鲨鱼 鲸鱼 海豚 这是我们去海洋馆看的最多的 还有那个 八爪鱼 八爪鱼 这是从吃的角度讲八爪鱼 你想到铁板烧了吧 对 咱们有些地方称为八带 拿韭菜一炒非常好 是吗 你说的不是墨鱼吗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的知识点了 谁能跟我们说得清楚 八爪鱼 八带鱼 还有所谓的章鱼 鱿鱼 我们经常会吃的到底都是什么 这个问题还真的是很值得琢磨的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 还有可能让我们真的能 好好地辨识一下 这些神奇的所谓的鱼 那新正教授 您是专门研究海洋的 海洋生物跟陆地生物相比 哪一种更多 目前为止 人们能够描述出来的物种 陆地要多于海洋 人类是生活在陆地上的 所以对陆地生物的采集 是更加方便的 而对海洋到目前为止 人类只探索了5%的地方 因为它实在太广阔了 是吧 对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今天为了活跃一下气氛 给大家变个小魔术 为什么要变魔术呢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海洋生物当中 有一些它们就本身特别会变魔术 大家来看看 我这个手拿的是什么 来小灰你看看这是什么 是个一块钱的硬币吗 一块钱的硬币 没错 这是一块钱的硬币 来 我们现在呢 说我这只手里还有什么 左手里还有什么 没了 硬币在哪 我现在呢 要给它装一点魔术粉 魔术师都有魔术粉 在这种里 我们撒上魔术粉 之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效果呢 还真的变没了 硬币去哪了 在我哪只手 魔术就此成功 接下来我们的第一位 神奇动物推荐人 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一种 会变魔术的动物 掌声有请我们的 第一位神奇动物推荐人 张鹏水下摄影师 大家好 我叫张鹏 来自北京 是一名水下摄影师 刚才的魔术 大家都看到 非常精彩 到底是什么 欺骗了我们的眼睛呢 在我以往潜水的时候 有过这样一次的神奇经历 当时我潜到一块 大珊瑚附近 大概距离有这么近 这个时候呢 我低头看了一下 气瓶的压力表 120帕 没有问题 正当我抬头 想近距离观察珊瑚的时候 突然周围一片漆黑 这个时候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然后迅速地向上游 没有几下呢 发现刚才我所在的位置 有一大团 像墨汁一样的东西 我呢 就用脚谱 把墨汁打散 然后回到刚才的位置 这时候我发现珊瑚少了一会儿 我才明白过来 原来我被某个生物 喷了一脸墨 想必大家也应该猜到了 今天我向大家科普的 就是海洋中的 一级隐形魔术师 污贼 大家都知道 污贼呢 是可以喷墨的 但是你们知道 他其实也是一个隐形大师吗 污贼呢 可以根据环境的颜色 来改变自身的颜色 与其达成一致 达到隐形的效果 那么他隐形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为了伪装自己 一呢 可以逃脱天敌的捕食 二呢 可以暗自躲在一旁 守株待兔 给其致命一击 那么我想请小灰老师猜一下 您觉得污贼变色隐身 需要多长时间呢 看您刚才的描述 您说好像就是一低头 看那气压平的气压 完了一抬头的功夫 是不是 那是不是有个两三秒 可惜答案不正确 应该多少 据科学研究发现 污贼可以在三分之一秒的时间内 变换自身颜色 与环境达成一致 污贼呢 有着快速的神经反应系统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个短片 来见识一下污贼变色的本领 根据研究呢 污贼的皮肤上分布着数以百万计的色素细胞 可以呈现红 黄 鹤 黑等不同的色彩 黄色素细胞层呢 最接近于污贼表皮层 其下呢 是红色素细胞层 再然后是黑色素细胞层 最后呢 就是红彩细胞层 也被称为反射层 它呢 可以反射绿光和蓝光 那这四种细胞层呢 可以相互结合 形成多种不同的色彩 根据研究啊 污贼的每平方毫米皮肤上 分布着二百个以上的色素细胞 平方毫米有多大呢 伸出你们的小拇指 你们的小拇指指甲 大概长度是十毫米乘以五毫米 也就是五十平方毫米 那么其上可以分布五十乘以二百 也就是一万个色素细胞 像这种分辨率呢 别说深厚的大屏幕了 就是任何一台电视机 是都比不过的 那么我想请小灰老师再猜一下 好 污贼它是通过什么 来分辨颜色的呢 是触觉吗 还是视觉呢 可能不是视觉 其实啊 污贼并不能通过眼睛 来分辨颜色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据研究 污贼的眼球里 只有一种色素 不像我们人类 所以在污贼的世界里 是看不到彩色的 只能看到简单的黑白灰 所以污贼是一个标准的色毛 但是呢 他的眼球非常发达 他们能够非常精确地感知 光线的折射和反射角度 我呢 现在也想秀一首 给大家变个魔术 到底是什么样的魔术呢 那我们有请张腾岳老师 跟我一起来变这个魔术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小的烧杯 装满叶齐的小烧杯 放入到这个大烧杯当中去 大家一定睁大眼睛看好啊 是不是还能看见 刻度很明显 咱们都知道 实验室用的烧杯 都是有刻度的 没有刻度 它不能称作为烧杯 老师是不是很神奇 太神奇了 这魔术太好了 掌声 你们俩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魔术 好了 那我刚才已经把这个小烧杯 放入大烧杯当中了 当然中途出现这个差错呢 其实是我给大家开的一个玩笑 腾岳老师是不是两个烧杯 我一个人打几个 这个随意 三个 好 看来腾岳老师还是非常聪明的 知道肯定不是两个 那大家看好啊 哎 里头怎么有个大的 还真有啊 刚才看到的是这个烧杯吗 好 那我们就说的第三个烧杯拿出来 也就是刚才我放进去的小烧杯 是不是这个 对对对 确定吗 确定 确定 就是这个小的吗 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您看一眼呢 还有吗难道 大家看呢 还有吗 你能变出第四个吗 我找找啊 这是这个没有 对不对 然后我把这个 倒进去 这个也没有 好 那就剩这一个了啊 大家看好 真有一个 我可以啊 行啊 我还想呢 我今儿彻底当托了 没想到人家魔术还真有点意思 其实这个魔术呢 主要利用了光的折射现象 其中的秘密呢 就在于这个神奇的液体 这是油吧 对 这个就是色拉油 大家都知道啊 在光照射进液体的时候 会发生折射 就像我们把筷子伸进去 它会看到筷子像变折断了一样 那么呢 这个色拉油的折射率呢 和这个烧杯的折射率 是基本一致的 所以当烧杯放进其中之后 就会达成隐形的目的 那么乌贼变色 只是为了隐形吗 答案不是的 在乌贼这个种群中呢 以雄性乌贼为主 所以呢 经常会出现雄性乌贼之间 相互比拼 来争夺雌性乌贼的事件发生 相信在座的各位男同胞 应该都知道 追女孩子其实特别不容易 而雌性乌贼呢 对雄性乌贼又特别的挑剔 怎么办呢 当然是像我跟滕岳老师一样 靠才华 他们可以依靠变换鲜的颜色 来吸引异性 或是下退竞争者 来进行一场灯光秀大比拼 在比拼刚开始的时候呢 先互相变换一下 调纹色 斑点色 这样互相交流一下 到后面呢 战斗就越来越激烈 变换的颜色呢 就越来越鲜艳 就像音乐喷泉一样 还会闪烁 流动 等等 除此之外呢 有些雄性乌贼啊 他还会模仿雌乌贼 男扮女装 雄乌贼为什么要模仿雌乌贼呢 他的目的是让其他雄乌贼 认为这是两只雌乌贼在玩耍 这样呢就不会来打扰他的二人世界了 他真是挺神奇的 请看大屏幕 在大家右手边的这只呢 是雄性乌贼 他右半边的身体呢 和左边的雌性乌贼 花色是一样的 目的呢 同样是为了伪装自己 大家可以看到 对内呢 雄乌贼还是保持自己的体色 看来有的时候 还是需要维护一下男性的尊严 除了通过变色来隐身呢 雄贼还有一种独特的方法 能达到其隐形的目的 根据美国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实验发现 雄贼呢 可以通过隐藏自身的电磁场 来达到隐形 每当有大型海洋掠食者图片出现的时候呢 雄贼就会屏息 并且用他的触手 遮住身上所有的气孔 来降低自身的电磁场 避免被其他人发现 那可能有人要问了 就算能够降低自身的电磁场 还不是一样能看得见吗 其实呀 这个原理就跟我们人类世界的 隐形飞机一样 隐形飞机呢 受启发于仿生学 它是从形状和材料的技术上 来屏蔽自己 故而被称作为隐形飞机 很多大型海洋掠食者呢 他们可以通过探测电磁场的强弱 来判断周围是否有猎物 比如鲨鱼等等 变色隐身 隐藏自身电磁场 这些呢 都是乌贼得以生存的本领 也是大自然给他们最好的馈赠 以上呢 便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讲 乌贼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 不知道刚才张鹏给我们带来的 有关乌贼的这些心知 能否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满意 来 大家准备投票 开始投票 来 恭喜张鹏 很不错 57票 投一次来就能够获得这样的成绩 不容易了 刚才我觉得他跟小辉交流的比较多 你为什么不肯跟李老师交流呢 一个劲儿跟李小辉交流 这个毕竟李老师是专家嘛 这个容易露怯我 哦 那先问问教授吧 他露怯了吗 没有 其实今天张鹏老师讲的还是很精彩的 这个乌贼呢 刚才提到他这个视觉的问题 乌贼这一类动物 眼睛是非常发达的 而且呢 他还有一个比脊椎动物的眼睛更高级的一个方面 就是他这个眼球里面有好多的小的晶体 这个晶体呢可以自由组合 这样呢可以使他的眼球呢 凹凸程度呢 他可以控制起来 就随时可以变 就一会儿是近视眼 一会儿是远视眼 一会儿是正常视力 但他跟这个 跟那个蜻蜓的复眼有什么区别 有相当大的区别啊 复眼只不过是多重成像 然后来回转的 但是他不会变 他这个你听嘛 他不会组合 你看我们说你 为什么说你的近视眼 就是你的趋光度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眼球会变长 对 你为了找到焦点 但是人家这个说了 乌贼人的眼睛 他自己想变圆就变圆 变方就变方 哇 那真是很强的 对 它圆的也看得很清楚 近的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 那么既然李教授对于张鹏的演讲非常满意的话 接下来请李教授为张鹏大分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经过这一轮打分之后 张鹏能够得到多少分 请揭晓 来 恭喜张鹏65分 接下来就要请你来答题了 现在请大家听题 我们来看第一题 乌贼有几条腿 A 8条 B 10条 请答题 张鹏 你选择是8条还是10条 我想告诉大家乌贼是10条腿 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由李教授为我们揭晓 正确答案是B 10条 因为乌贼它这一个类群都属于软体动物们的10万目 它有10条腕 就每条腕是一条腿 这是10条腿 好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10条腿 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答对 你看大家伙基本上都认为是8条腿 好 那恭喜张鹏得到了10分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乌贼的腿长在哪儿 脑袋上 躯干上 来 请答题 张鹏 你也选一下 我选A 长在脑袋上 来 教授揭秘答案 正确答案是A 头部 因为乌贼是属于软体动物们的头组缸 这个缸的所有的动物 包括乌贼 鱿鱼 章鱼 还有鹦鹉螺 它们都是味直接长在头部 这是进化过程当中很另类的一些生物 它们可以把腿长在脸上 这想起来我们人要是把腿长在脸上 倒着走 你看我干嘛呀 来 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观众 答对的有多少人 你看 我们还是拿常理去考虑 这种既常见但是又说不清的生物了 答对的人还真不多 所以恭喜答对的朋友也恭喜张鹏 来 我们看第三道题 第三道题是 以下哪个是乌贼的别名 A 花枝 B 花末 请现场的朋友选择 我觉得这要听你应该做不对 我来之前我好像专门了解过 这个有点记不太清了 花枝吧 花枝 花枝半颤 这一次咱们俩的答案不一样 我觉得它不是会喷墨吗 有没有可能叫花末呢 墨鱼吗 这个太明显了吧 太明显 那不应该明显吗 对对 反向思维嘛 来 证据答案是什么 李教授给公布答案 证据答案是A 花枝 实际上这个乌贼还有一个别名 我们没列出来 就是为了扰乱一下大家 所以出了一个花末 实际上没有花末这个名字 还有一个别名叫墨鱼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花枝 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 来 我们看看现场有多少人答对 能答对的一定都是吃货 我的天啊 不是吧 看来都大花末了啊 所以也恭喜答对的朋友 以及张鹏 恭喜 来 我们看看两轮之后 张鹏的积分情况请揭晓 好 恭喜张鹏95分 为我们带来的乌贼新知 入住动物新知图鉴 咱们今天其实是科学动物园 神奇动物有新知当中的魔术专场 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编辑一个小魔术 大家也可以看看你们的眼力好不好 猜猜我这个魔术是怎么变的 这是一个什么形状 正方体 这是一个什么形状 椭圆形吗 那么按照你们所学的几何知识 假如说这两个东西相遇之后 它们如果发生变化 最终它们会变成什么形状呢 还得用我的魔术粉 还得用我的魔术粉 魔术粉 撒上一点魔术粉 撒上一点魔术粉之后 一个正方体加一个球 会变成什么呢 我这个魔术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找一找它的答案在哪里 拿魔术的人的话呢 叫门子 看看我们的机关在什么地方 但是接下来呢 我们的这位神奇动物推荐人 要给我们推荐的 这位动物界的魔术大师 我们真的一时半会儿 不知道它神奇的魔术本领 是跟谁学的 来 掌声邀请我们今天的第二位 神奇动物推荐人 边力上场 边力 中国环海水产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青岛的边力 就职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环海水产研究所 刚才张老师带来的巫贼演讲 十分的精彩 巫贼强大的变色隐身能力 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不过呢 大海当中 其实还有更高阶的玩家 不是我在这边故意挑衅 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种类 它不只会变色 还会变形 可以直接变身成 其他的海洋生物 可以说是完美地 演绎了海洋当中的 看我72遍 请大家先看一段短片 今天我给大家科普的呢 就是海洋中的变形大师 尼泰章鱼 尼泰章鱼呢 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 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体型 体色 行为 去模拟变身成 其他的海洋生物 尼泰章鱼 它有许多自己的变身技巧 比如说 它可以把它的这个腕族呢 向身后一摆 然后把脖子一缩 把身子压得特别的扁平 看起来与比目鱼 是一模一样的 又或者 当它想要模仿成海蛇的时候 它会把它的六条腕族 埋进泥沙当中 然后把两条留在外面 再变化出与海蛇 相似的黑白相间的条纹 还有就是狮子鱼 狮子鱼它的体表呢 有许多像刀片一样的那种奇条 尼泰章鱼在模仿它的时候呢 会把它的腕族撑开 在海水当中缓缓地移动 那么为什么尼泰章鱼 会费这么大的功夫 去选择变身成其他的海洋生物呢 它做自己不好吗 不是不好 是不行 首先呢 尼泰章鱼 它缺乏强有力的进攻武器 同时呢 它又没有坚硬的外壳 可谓顿不尖 毛不利 想要跟强大的敌人 硬刚正面 不太现实 同时呢 尼泰章鱼 它所生活的这片海域啊 它没有什么掩蔽物 跟陆地上的这种 戈壁滩特别的像 所以说 它想从战术上 实施一个敌明我案 也不是特别的方便 总体来说呀 现实环境 对尼泰章鱼 不是特别的友好 套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就是 尼泰章鱼实在是太难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尼泰章鱼就别出心裁地 发明出了这个变身的技能 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会选择变身成敌人的天敌 然后去吓退对方 保护自己 可以说呀 尼泰章鱼是被逼着 走上了这么一条演员的道路 那么通常情况下 尼泰章鱼 他所变身的这些种类呢 都是有毒的 那么这些种类 在这片海域当中 都是亡者般的存在 他应对危险的策略呢 有特别的高明 我想请问一下观众朋友 尼泰章鱼有几个大脑呢 我说有挖子它 现在先观众朋友 记住这个答案啊 然后我想请小辉老师 和藤岳老师呢 上台来配合我 来进行一个小的游戏 然后我在下面的游戏当中呢 会揭晓答案 首先呢 请两位老师 就是根据自己的风格 画一只章鱼在这个画板上 然后在上面画出 他大脑的位置 他大脑的位置 先画个大脑袋 两眼睛 章鱼老师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一言难尽 我们比较随性吗 小辉老师这个 还是有点那个意思的 是吗 然后需要标出 他大脑的位置 六 七 你就觉得那是 那是一个大脑对吗 对 神经中书吧 神经中书 反正就是 相当于大脑的功能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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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他有五个大脑吗 很可惜 两位老师都没有答对 我觉得总比他这个好 从头到尾 都是神经结枪 强多了吧 神经中书那个位置 大约是对的 来 来 给主持人鼓掌吧 主持人的神经中书 是正确的 谁的大脑不对吗 我们听边老师的解答 来 章鱼呢 他一共是有九个大脑 其中的一个 就是刚才 藤岳老师画的那个脑部 然后另外的八个呢 其实就是藏在 他的八个万族当中 是不是跟想中不大一样 因为我们定义的这个大脑呢 可能是从他的一个 功能属性上来定义的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平常 经常会看到 章鱼他的这个万族 脱离了身体之后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还能够自主地活动 章鱼他的智力 在无脊椎动物当中 绝对是出类拔萃的 你比如说像 开瓶盖 走迷宫 识别不同的人类 这些高阶的技能 都在他的能力列表当中 一些科学家 甚至认为 章鱼他的智商 与我们人类 两岁的儿童 差不多 在2016年的时候 有这么一则 关于章鱼遇到 有趣的新闻 一只名叫 英体的章鱼呢 成功地 从西西兰的水族馆里 逃脱了 前一天晚上呢 工作人员忘记 把这个水族箱的盖 盖好了 就给了这只章鱼 一个可乘之机 首先呢 他爬出了这个水族箱 然后在地面上 不断地爬行 找到了一个直径 大约15厘米 大小的这么一个 排水管口 然后就一头钻了进去 然后顺着排水管口呢 他就一路爬回到海洋 重新获得了自由 在这里面呢 就要提到 尼泰章鱼 他的另外一项 看家本领了 缩骨弓 其实别说是15厘米 就算比这再小的口 他也是能够钻得进去的 这是因为 他们是没有脊椎 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 同时呢 又与他们那些近亲 比如说牡蛎 扇背 有那种坚硬的外壳 还不一样 他浑身上下 基本没有什么坚硬的组织 唯一坚硬一点的 就是他的牙齿了 所以理论上讲 章鱼可以钻进 任何他想钻进的洞口 只要这个洞口 比他的牙大 就可以了 我日常的一个研究工作呢 就是去研究 怎么来实现 章鱼的人工养殖 每到繁殖季节的时候 我们会根据章鱼 喜欢钻洞的这种习性 去给它搭建 许多的小别墅 供它们繁育后代 今天呢 我也在现场带来了一些章鱼 然后让大家看一看 它平常的一个状态 第一个任务可能有点强人所难 我想让你摸一摸 然后感受一下这个章鱼的一个触感 看着是那种黏糊糊的 软软的 它会攻击人吗 它不会咬人的 感受一下 有点像那个鼻涕虫 吓死我了 它整好 我摸到它那吸盘 还也想粘住我的手了 对 刚才我说的唯一坚异点的 就是它的牙齿 也是在它的嘴这个地方 那个黑的是什么 对 那个就是它的牙齿 有一颗黑黑的 其实跟那个鹦鹉的嘴很像 尖尖的 对 这一块就是它身体最硬的一部分了 对 其他部分都是软的 对 它属于软体动物 对 欣赏完章鱼之后呢 是不是有的观众也想自己养一只 如果您想自己去捕一只章鱼 和章鱼来一个亲密接触的话呢 可以把一个罐子放到海水里面 然后过一段时间把罐子捞出来 那么里面很有可能就钻了一只章鱼了 当然有的时候这个章鱼啊 它去钻进这些瓶瓶罐罐 其实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防御的装备 比如说在下面这个短片当中呢 我们就会看到一只章鱼利用椰子壳 在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人类 从拟胎章鱼身上获得的启发 介绍一种叫做拟胎计算机的新型计算机 它是我国的乌江星院士 基于拟胎概念而设计研发的 那么我们知道呢 传统的计算机 它的组织架构都是固定的 在此基础上通过软件去实现编程和运算 拟胎计算机呢 它的结构是可变的 就好像拟胎章鱼一样 可以随时地改变自己的形态 2013年的时候 我国科学家成功地研制出了 世界上首台结构 动态可变的拟胎计算机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带来的 拟胎章鱼的科普演讲 谢谢大家 编利老师给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拟胎章鱼 要说拟胎章鱼 还真的是这些年才新进发现的 它确实是非常独特 因为它可以根据自己周边的环境 以及自己遇到的生活当中的情况 随时改变自己的形态 倘若我们人也有这个能力的话 我的天哪 那该多好 我一个人可以承担全台的节目 我想变谁就变谁 想主持哪的 对 这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伙是否对于今天 由编利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拟胎章鱼感到满意 来 准备投票 开始 准备投票 开始 哇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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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也是57票 小辉老师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和编利交流一下吗 其实我刚听完以后 我觉得这个拟胎章鱼 它最聪明的地方在哪 它变得全是各地区的老大 是的 是的 一般来说还是有毒的动物 那就说它的拟胎主要是用来防御 是的 是的 来 教授点评一下 刚才编利老师的演讲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其实这个章鱼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动物 刚才不是提到了章鱼的大脑吗 在这里我要给这个童岳老师点个大大的赞 因为童岳老师不但对这个大脑这个术语提出了疑问 而且还在这个提疑问的过程当中 说了一个术语就是神经节 实际上这个无缘缘动物 它是没有像高等动物这样的大脑的 他们的这个中书神经的最前端的 这一段神经呢叫神经节 神经节越集中了 它是越聪明的 接下来呢 就请我们的教授为编利打分 那么教授打完分之后 我们看一看啊 现在编利老师的积分是多少 请揭晓 来 恭喜 66分 赵授给打了9分啊 这么高啊 天哪 不容易不容易啊 来 那么编利给我们带来的章鱼新枝 能否入住动物新枝图鉴呢 我们要通过三道题来考验一下 首先来看第一题 你太章鱼的血液是什么颜色 A 棕色 B 蓝色 请现场的观众答题 请编利老师选择 蓝色 是B 蓝色 确定蓝色 为啥不能是棕色 好像很少听到有哪种生物的血液是棕色的 我们知道有蓝色有绿色 来 教授给揭晓这道题的答案 正确的答案是B 蓝色 因为这个章鱼跟其他的软体动物一样 它的血液里面呢 结合羊的这个蛋白是血蓝蛋白 血蓝蛋白是蓝色的 所以血液是蓝色的 我们看看有多少位观众答对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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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答对的朋友也恭喜编利老师 我们来看第二题 你太章鱼有几个心脏 A 一个 B 三个 请现场的朋友答题 编利老师 三个 小灰老师 我也猜三个 但是我绝对不是跟风 不是跟着编利老师 我也是逆向思维 既然他那么聪明 他也那么强大的这么一个气场 觉得自己可以装各个地方的老大的话 他一定心脏也是很强大的 三个 这个我们说过去人聪明 中国古话说有一颗七巧玲珑心 但没听说过有七颗一巧玲珑心 来 教授 正确答案是B 三个 你太章鱼和很多其他的章鱼一样 他除了正式的心脏之外 他在两根竹动脉的肌部 蓬大 特化成特别的心脏 所以他有三个心脏 好 这个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答对 恭喜答对的朋友 恭喜编利 还剩一道题 你太章鱼和以下哪种生物是近亲 A 鲍鱼 B 河豚 请现场的朋友答题 我猜你选鲍鱼 你猜对了 来 教授公布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A 鲍鱼 鲍鱼也是属于软体动物 但是河豚属于 鸡锁动物们的鱼类 两个不是一个门的 所以比较远 好 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答对 我们恭喜一下大队的朋友和编利老师 恭喜 这道题应该选鲍鱼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两轮过后 编利老师的积分是多少了 请揭晓 来 恭喜编利老师96分 他带来的章鱼新知 你太章鱼 入住我们的动物新知图鉴 恭喜 我们大家看看我现在拿的是什么 魔术师的手作非常地神奇 那么接下来我要怎么变这个魔术呢 蜡手催花了 这个玫瑰花呢有一点娇羞 不太好意思瞬间抹出来 怎么办呢 女生结婚时候爱我们的传统 我们要给他盖上盖头 对不对 盖上盖头了 他就不休于见人了 魔术再精彩 魔术也是要借助我们神奇的魔术师来完成的 但是自然界有些生物本身就是魔术师 魔术的行为是伴随着他们每一天的生活的 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 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 尼紫泰 尼紫泰 这种动物它拥有柔软的身体 实验室的人工饰养环境 他们的身体逐渐开始裂解 失去了游泳的能力 并最终沉入了缸底 我的师兄 他不愿意就此放弃自己亲手培育的水母宝宝 于是就把他们裂解的身体残骸 转移到了一个装有新鲜海水的水缸里 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结果它的真心真的换来了奇迹 在列宜的海月水母身体残骸上 居然长出了新的水溪体 想要了解海月水母是否可以具有重生的能力 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它们的生活史 海月水母是我们这颗青球上 分布最广泛的一种水母 同时它也是我们在海洋馆里 最容易见到的一种水母 在我们的印象中 海月水母神秘 优雅 又飘逸 而它们的神秘之处就在于 它们具有世代交替的生活史 我们平时所见到的这些美丽 而又飘逸的水母 只是它们生命中的一种形态 在它们的生命中还有另外一种形态 叫做水溪体 在海月水母的生活史中 雄性水母产生的精子 会与雌性水母产生的卵子相结合 形成瘦精卵 瘦精卵继续发育就可以成为水溪体了 这个过程是海月水母的有性生殖阶段 水溪体一般不像水母一样迎浮游生活 其实在它们生命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是生活在海底的 当它们遇到合适的温度 合适的岩度 合适的光照条件的时候 它们就会开始产生小水母 大家可以用毛毛虫变态发育为蝴蝶的方式 来理解这个过程 而不一样的是 一只毛毛虫只能发育为一只蝴蝶 而一只水溪体 这可以产生很多水母 水溪体产生水母的过程 就是海月水母 它的无性生殖过程 海月水母的水溪形阶段和水母形阶段 相互交替 共同完成了它这样一个世代交替的生活史 科学家们一直认为 水母就是以这种方式 在地球上繁衍生息 直到我的导师郑炼明教授 和我的师兄何静如 一起仔细观察 并详细记录那只海月水母 变成水溪体的整个过程 然后我们才发现 原来海月水母可以不经过 有性生殖的阶段 跳过精子与卵子结合的步骤 直接产生水溪体 但水母真的能够重生吗 不能 这些实际上是因为 它们身体上的细胞 在水母接近死亡的时候 发生了转分化的过程 转化为了其他类型的细胞 进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水溪体 那我们能不能理解 它这只是繁衍的一种手段 而不能理解它为长生不死 是的 非常正确 它这个手段可以保证 它的种群的一个延续 可以说明它适应环境的一个 极强的适应力 海月水母这么神奇 大家是不是很想亲眼看一下 今天我把它们从实验室里 带到现场来展示给大家 今天我们把它们的耳料 也带到现场 小灰老师可以填一下 喂食水母的感觉 这个经历太难得了 是的 要用这个吸管 是的 是的 但是我们平时说 这个水母它的身体 90%多都是由水组成的 是的 是吗 那放在水里它是这个样的 我们给它放在沙滩上 它很快就化掉了 对 它很快就化成水了 那就不能再重生了 不能变成水吸体了 是的 那个条件也太恶劣了 它实在适应不了这个条件 我们会看见它进食吗 它会来抓取这个食物吗 可以看见的 我可以观察一下 看看这一只 怎么发现它吃了呢 它好像没吃 你看它们的口腕上 有沾到这些黄色的耳料 有沾到它们就说明 它们已经开始吃到了 有没有哪一位观众 想上来体验一下的 你好 试一下 体验一把 可以看到很清晰的 像个小梅花一样的 都是橙色的梅花一样 就是它已经把食物都放到了 它的这个胃囊里边 之前我也提到过了 一只水母的水吸体 可以长出很多只水母 由此可见 水母的繁殖能力 是有多么的强大 就像这样 在见证了水母的繁殖能力之外 可能大家无法想象 水母已经在我们这颗青球上 存在了至少五亿年了 它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 除了因为它们具有 极强的繁衍能力之外 还在于它们有着 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刚出生的水母宝宝 被我们称之为蝶状幼体 曾经有一个生物学家 在观察一只受了重伤的 海月水母蝶状幼体时 发现了令人惊奇的一幕 原本以为海月水母 作为海洋无脊椎动的一员 会凭借着它们的再生能力 来重新长出缺失的身体部分 但是这只海月水母并没有这么做 它首先在短短几个小时内 预合好了自己的伤口 然后接下来 它剩余的身体 重新形成了中心对称的身体结构 当它们从强大的猎死者面前 侥幸逃脱的时候 它们很容易伤痕累累 对于受伤的水母来说 恢复中心对称的身体结构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以上便是今天我带来的演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 小妮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这个关于水母的话题 其实我觉得 有些朋友可能听说过 那就是我们总是期待的 人类能够返老还童 长生不老 李教授 听完了小妮讲的这些 您觉得 咱们能不能给她补充点什么 她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现在教科书上认为 这个水母题时代 是它的成体时代 从手精卵一直到 这个蝶状体 是它的幼体时代 但是现在 根据最新的科研成果 认为水息题时代 并不是它的幼体时代 而且很可能是 水母的一个成体时代 就是它成年 会表现出两种形态 因为它完全可以 在水底一直生活下去 好 刚才 你姿态给我们带来的 关于水母的新知 不知道能否让我们 现场的观众满意 来 大家伙准备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还不错 55票 那么接下来 由李教授 为小妮刚才给我们 带来的新知 打分 好 我们现在看一看 经过了这一轮的打分之后 你姿态 目前的积分是多少 我们现在看一看 经过了这一轮的打分之后 你姿态 目前的积分是多少 请揭晓 来 恭喜女子泰 63分 来 我们先看第一题 海月水母有没有毒 A 微量毒素 B 完全没有 请现场的观众答题 小妮 你来回答 好 正确答案是A 微量毒素 来 有李教授 为我们揭晓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A 其实虽然是微量毒素 但是被遮着也是很难受的 会很痒 对 好 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就是A 微量毒素 我们看看有多少位朋友答对 不少人都答对了 我们也 恭喜小妮这道题回答正确 来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题 以下哪种生物是水母的天敌 A 海龟 B 海马 请现场的朋友答题 小妮请答题 A 海龟 小李请答题 我觉得会不会是海马呢 海马那个游的姿势 跟水母的姿势节奏是差不多的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来 有教授 为我们公布 正确答案是A 海龟 水母是海龟的主要食物之一 因为海龟特别喜欢吃水母呢 海龟就特别容易受到伤害 吃塑料袋 对 因为塑料袋在水里面也透明的 尤其是白色的塑料袋长得特别像水母 所以就容易造成海龟长公主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海龟 我们来看看现场有多少人答对 我们来看第三题 海月水母的眼睛长在哪 A 散体中央 B 散体边缘 请现场的朋友答题 这个应该都能砸对 小妮说说您的答案 B 散体的四周 来 有李教授公布正确答案 是这个B 散体的边缘 这个海月水母这个眼睛呢 它是指示感光的 不能成像 世界上很多这个类似的动物 大家都没注意到眼睛 比如说水母 根本没注意到它眼睛在哪 那我们来看一看 有多少位现场观众答对 恭喜答对的朋友 以及小妮 恭喜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 经过了这几轮之后 小妮最后的积分是多少 请揭晓 好 93分 恭喜妮子泰 给我们带来的 关于水母的新知 成功入驻我们的动物新知图鉴 在今天这集节目当中 我们从陆地走向了海洋 在海洋当中 有很多我们平时能够见到 但是却从未认真观察过的生物 它们给我们展示了 在进化过程当中 每一种生物 为了生存下来 所付出的努力 它们每一个人 都有很多的新知 在等待着我们 感谢大家 收看我们今天的科学动物园 下期节目 我们再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